另外在台村的平和社区 为过年开始会有这大黄鹅 经过在社区另外的努力 现在又有了很好的性格 因为这会有的收入很多 社区先开始做这压红的工作 希望前年在这个八卦参命 常常看到的大黄鹅 收入可以再度增加 在那会有社里面 可以看到五花的大黄鹅 这是平和社区 努力的性格 经历室定有贵族营标息 仅仅收入一堆大黄鹅 竟来这些性格 所以社区的决定 为了会有这种八卦参命 原本就看到的大黄鹅 那黄鹅呢 我们从三年前呢 有一对回到我们园区来开始 交为产卵以后 我们是决心把它当作 我们花束银行的一个 包括八卦山的一个呼吁的重点 那这三年来呢 我们的数量也慢慢都在增加 我们去年在11月的时候 它结涌 到今年全部都移化完毕了 经过社区人员的努力 现在和有社里面的这些大黄鹅 数量已经是有免费来提醒了 甚至是在市场 也还有不久的进行 社区人员也有准备 在这回销银行 这个地方来压房 希望大黄鹅 可以在北瓜参命 继续放进去 我们现在在外面 野放出去已经有20几只的大黄鹅 那留在这个复义室里面的 那我们现在所统计的 它下的这些软 也超过300颗软 那我们这个 这个复义室里面 只要保有我们一定的那个数量就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做野外 那个野放的动作 大概有超过八堆在里面脚尾 所以它的胶配碗呢 它会在这边残软 那其实我们这边的数量 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 已经到达宝和临界点 食草不够吗 对对对 我们现在我们也希望说 黄鹅可以找到最好的市场 原本数量已经不是很多的大黄鹅 在冰河社区 即将会落到虎油之下 现在在会出银行 虎油社里面 已经是有很多这些大黄鹅 社区的希望面前 进来行商的时候 可以多多观察这款毛毛虫 看它是怎样 第1个月来 住了13公分 就是门口所玩 待穿不得